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柯南最不想破的案子 明明證據都擺在眼前 柯南為什麼就是不想指認出犯人呢? 這一天,福布打了通電話給柯南 說要去參加飯店的派對 故說是爸媽受邀,但他們感冒不能參加 所以才叫柯南陪他去 柯南一開始非常不想去 但聽到他的偶像雷也會去 馬上就答案下來,鏡頭轉到會場 三位飯店老闆登場 一位,拳擊手,雷拉 第二位,棒球手,洛德 三位,足球員,也是柯南的偶像 雷,他們介紹飯店為什麼叫做3K 原來是拳擊的K喔 還有投手的3K 最後守門員英文的K 是突然有個人亂入 說還有骯髒的K 很明顯他就是來搗亂的 再來他是專門收集運動員醜聞的新聞記者 之後他們要收尾環節 把飯店的燈排成一個K字型 在排好那時,出現了一個槍聲 是那位收集運動員醜聞的記者 一次後來發現他們三個都跟記者有過節 但柯南說出了相反的話 讓平次傻眼 平次認為足球選手雷就是兇手 但柯南認為不是 他們倆的推理出現了分歧 柯南要去找證據,不是雷做的 柯南在垃圾桶發現了真筒 後來警方發現怎麼多出了一顆足球 三位明星要離開時 平次找了雷,說要拜託他一下 說是一位超級球迷找他見面 一位超級球迷就是柯南 柯南在一番推理之下,雷認罪了 柯南求雷去自首 雷跟他說他還有家庭粉絲 不能自首,要直接走掉 柯南直接踢了柯足球把雷擊倒 柯南說你一隻手就可以接住的球 為什麼沒接住 雷才承認他因為吸了毒,身體已經不行了 那位記者,報了個假新聞 害雷的妻子自殺,所以才會想報仇 後來有一段柯南跟雷用英文對話 柯雷也答應他去自首 這段劇情十分感人,建議去觀看原片 如果你的偶像是殺手,你會去拆穿他嗎? 還是會掩蓋出真相? 這集真的十分好看 如果要看方案手法的話,可以去看原片喔 今天只是介紹有這麼一個好看的集數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